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竟然只想让妹子给她讲恐怖故事来哄她睡觉 妹子一听这TM算什么事啊 把我绑成这样竟然也不非理我 真是事风日下人心不古啊 于是妹子就开始讲了第一个故事 太阳和月亮 这一天姐姐月亮和弟弟太阳放学后发现 爸爸妈妈竟然都不在家 于是姐姐就给妈妈打了一个电话 后来妈妈告诉姐弟二人 今天要加班可能会晚点回去 并且等会还会有一个快递员来他们家里送快递 鉴于只有他们姐弟二人在家 母亲还特意盯署了他俩 一定要让快递员把东西放在门口 等他走远了之后再开门拿快递 两人自然是按照母亲的话照做了 然而可惜的是 在拿完快递后 姐姐在关门时却因为疏忽而没有把门关紧 所以当他想要再次确认一下的时候 一位满脸疤痕的男子却突然闯了进来 姐弟两人被吓得赶紧躲进了卧室里 可当他们回头时却发现 疤痕男早已在卧室的阳台上等着他们呢 接着姐弟二人就开始往门外跑 可是无论他们怎么跑 疤痕男都是如影随形 所以最后走投无路的两人 就被疤痕男给逼进了墙角 一刀同行了 原来这一切都只是姐姐做的梦而已 虚惊一场的姐姐醒来之后 就打算去撒泡尿 平复一下心情 可当他开向门口时 却惊恐地发现 门不知道什么时候 已经被人打开了 而且在阳台的附近 也隐隐约约好像看到了一个人影藏在那 这时姐姐的内心虽然慌了一逼 可他表面却是装出一副稳如狗的样子 他假装对正在睡觉的弟弟说 爸爸妈妈此时正在楼下停车 马上就要到家了 所以就建议弟弟应该去卧室睡觉 以免着凉 最后姐弟二人就赶紧跑进了卧室 然后还躲进了卧室的衣柜里 可是就在姐姐以为暂时安全的时候 弟弟却是直接被吓哭了 因为弟弟发现 姐姐背后的一个假模特 此时却是变成了一个真女鬼了 姐弟俩被吓得 赶紧从衣柜跑到了楼下 可是却发现小区的门已经被锁死 而此时巴亨男正在从二楼步步逼近 场面一度十分惊心 好在此时 旁边的一个储物式的门突然打开了 这样姐弟两人仿佛看到了救命稻草一般 想都没想就跑了进去 只是进屋之后 两人这才发现 绝望只是刚刚开始而已 比起屋外的巴亨男来说 此时仓库里的女鬼 则是更加的令人丧胆亡魂 不过伴随着 姐弟二人的尖叫声 以及电影里的旁白描述 这才发现 原来这一切并不是真的 只是姐姐在做噩梦醒来后 对这物的一切所产生的恐怖幻觉而已 可是说它是幻觉 它却又真正的在现实中发生过 姐弟二人的遭遇 其实是因为他们的妈妈而造成的 他们的妈妈是一个国企高管 为了利益 而让手下的一位女员工背了黑锅 这名女子投诉无门 上访无路 就在公司选择了自焚一时清白 女子的弟弟也是拿着姐姐的遗像 去公司讨要说法 可最终却是换来了一顿毒打 于是她为了帮姐姐报仇 就选择了假扮快递人员 去高管的家里杀她的孩子 而那名女鬼则正是她自焚的姐姐 看到这里几乎很多看过本片的人 都会有一个疑问 为什么此时高管的家里 就只有小男孩一个人了呢 之前她的姐姐去哪了 其实很好理解 因为这个小男孩根本就没有姐姐 之前所出现过的姐姐 只不过是此时 正在和杰飞讲故事的妹子而已 妹子把自己也带入了这场故事之中 并且担任了小男孩姐姐的身份罢了 第一个故事到这里就讲完了 杰飞也是被吓得昏昏欲睡 于是妹子就想要拿刀反杀跑路 可杰飞却又突然醒了 无奈的妹子只能鸡猫向杰飞求饶 并且声称自己还有故事 于是第二个故事恐怖飞机正式开始 一名连环杀人犯 今日终于被警方逮捕 由于是跨省通缉的 所以警方就打算用一个专机 把罪犯给押往首尔 这趟专机之上 都有两名机长 两名空姐 外加两名警察和杀人犯欺人 大家都觉得 既然有两名警察看管的犯人 肯定就不会有意外发生了 所以他们都显得很轻松 空姐也在听音乐 警察在看报纸和睡觉 于是这样一来就给了罪犯 有了可乘之计 罪犯在地上发现一支笔后 就不动声色的把笔拿到了手里 结果看报纸的警察被一笔插死 睡觉的警察也是睡得如猪一般 最后被罪犯赖死 那么听歌的空姐就更不用多说了 罪犯用卷起的报纸 直接就捅死了他 然后罪犯就开始利用另一个空姐 想要进入驾驶室杀人 不过这个空姐还是比较聪明的 他故意把机长之前规定的敲门二号敲错 依次来提醒了驾驶室里的两人 并且还适时的对罪犯进行了反击和逃跑 罪犯暂时没有理会逃跑的空姐 而是打算先把两名机长解决了再说 在罪犯和两名机长大战的时候 空姐来到了一名没有死透的警察旁边 警察告诉空姐 他另一个同伴的身上有枪 要空姐赶紧去拿 可是就在空姐打算去拿的时候 却发现罪犯已经搞定了两名机长赶了过来 没有办法 空姐只能藏在座椅底下慢慢爬了过去 经过既紧张又刺激的爬行之后 空姐终于来到了另一个警察身边 可是摸了半天 空姐才发现 其实枪早就被罪犯拿走了 这样空姐感到十分的绝望 不过就在绝望之际 罪犯所杀死的那些人 却都在此时变成了鬼前来帮助他了 最后空姐在死鬼门的帮助之下 终于是从罪犯的手中抢来了枪 打死了罪犯 更幸运的还是 副机长也没有死透 所以他们就可以成功着陆了 可是让空姐没想到的是 他所杀死的罪犯 最后竟然也变成了鬼又出现了 第二个故事到此结束 然而劫匪听完之后 却是丝毫没有睡意 他觉得这个故事不咋地 于是没有办法的妹子 就只能给劫匪讲起了第三个 绿豆红豆的故事 话说绿豆和红豆 是一对同父一母的姐妹 姐姐绿豆最近被一个60多岁 有钱的大佬给看中了 这位大佬虽然已经60多了 可看起来却是非常的年轻 至于原因待会再说 并且别看绿豆 是这位大佬 即将要娶的第六位老婆了 可仍然还是让他的妹妹 红豆嫉妒的要死 红豆为了也嫁给这位土豪大佬 他就使出了各种手段 以及脚段 想要勾引大佬 可仍然还是没有得逞 没有得逞的红豆 自然是心有不甘 于是他就联合自己的亲妈 也就是绿豆的后妈 把绿豆给迷晕在了房间里 而他则是穿着绿豆的婚纱 代替着绿豆去嫁给了大佬 并且为了防止大佬不愿意 红豆他妈还忽悠大佬说 红豆是妹妹 比绿豆更年轻 比绿豆更饱满 更水嫩 大佬也是被红豆他妈 说得激动不已 直接当着岳母的面 就纳傻了起来 而旁边的岳母 在看到计谋得逞之后 也是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不过此时 被迷晕的绿豆 却是醒了过来 她发现自己被抢婚了 自然很不爽 于是就也穿着婚纱 往大佬的家里赶了过去 可是她却看到了惊恐的一幕 此时自己的妹妹 正在被大佬用刀 一块一块的进行解剖 原来这位大佬是一个食人魔 她娶了很多年轻漂亮的老婆 就是用来吃的 而这也正是 她之所以60多岁了 却还能一直青春涌住的原因 后来姐姐 怕被大佬发现 又躲进了一个小房间里 这里面有很多婚纱 只是婚纱的上面 却被染上了鲜红的血子 并且假模特 开始在姐姐的面前 不断的抖动 仿佛在说自己死得很惨 然后这姐姐就被假模特给吓醒了 原来这一切都只是个梦罢了 可是难道这真的就只是一个梦吗 当红豆在看到自己的后妈 在吃女婿送来的一块肉时 她终于明白了 梦里的一切原来都是真的 而后妈此时所吃的这块肉 正是她亲女儿红豆的肉 好了 第三个故事到此结束 可劫匪却是越听越起劲 揪着妹子的耳朵 非要她继续讲 于是妹子就开始讲了第四个故事 救护吃 这是一个被丧失感染的世界 只有医护人员还在不停的寻找着幸存者 很幸运的是 此时一对母女被救护车所发现 带上了救护车赶往了医院 可是就在医生和护士 为受伤的小女孩处理伤口时 却发现小女孩胳膊上的伤口 很像是被丧失咬过的样子 可小女孩的母亲却坚称 小女孩并不是被丧失给咬伤的 然而口说无凭 所以医生就对小女孩的血液进行了检测 最后检测出的结果 小女孩也的确没被感染 于是众人就放松了下来 可是刚放松没一会儿 医生却发现 小女孩的母亲竟然想偷车内的疫苗 不过疫苗却是早已经被用完了 并且母亲的行为也让医生起了疑心 医生觉得小女孩肯定是被丧失咬了 不然她的母亲为什么要偷拿疫苗呢 虽然检测的结果是小女孩没被感染 可这很有可能是病毒还在潜伏阶段 所以医生就掏出了枪 威胁母亲把小女孩扔下车 可天下做母亲的 有哪个人会扔自己的女儿呢 并且此时旁边的小护士也是觉得 医生在没有确定的情况下 就感染下车的做法很不对 于是最后 小护士就联合母亲 从医生那里抢来的枪控制住了局面 不过此时丧失大军却是从后面追了过来 倒霉的医生被丧失抓住也要死 医生死后 小护士也是觉得心里很没底 于是他就打算再检测一下小女孩 只是小女孩的母亲 确实十分的不愿意 结果两人在撕逼的过程中 擦枪走火 就一枪崩死了开车司机 司机死后 没人开车 母亲就赶紧跑了过去打算开车 可小护士却是觉得 大家的死都是小女孩造成的 就打算把小女孩扔下车 不过正在开车的母亲 却是及时发现 一枪崩死了小护士 同时车也翻了 一夜过后 天终于是亮了 更清醒的是 小女孩也醒了 原来她并没有被咬 可是让人往往没想到的是 她的母亲其实早就已经被丧失给咬了 原来当初小女孩的母亲 之所以要偷拿疫苗 并不是为了救小女孩 而是救自己 最后小女孩被母亲咬死 第四个故事结束 而杰斐也终于是睡着了 可是就当妹子打算逃跑的时候 杰斐却又突然醒来 扑了过来 杰斐说 他也要和妹子讲一个恐怖故事 那就是死亡 最后电影结束 然而那么问题来了 看完这四个恐怖故事 觉得不过瘾怎么办 没关系 今天炮哥再给大家追加一个 故事开始讲的是 一个男的厌倦了女友 就要和他分手 最后女人伤心的跳了楼 并且还是头着地死的 男子很害怕 就找了一位法师求主 法师提醒男子 头七那天 睡高处 千万别睡低处 可是男子却觉得 法师在骗他 他觉得睡床底 才是最安全的 只是大碗男子 在听了几声 咚咚咚 后他就被吓死了 为什么 好了 由于时间有限 所以预知详情 请关注我的公众号 三抛小工坊 然后再发送追加二字 即可查看答案 好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打